本土疫情持续延烧短短两天 六县市累计多达134例本土个案 其中桃园高雄疫情还在扩散中 双北跟宜兰也爆出了不明感染源个案 有医师直言年假期间疫情恐怕会大爆发 行政院长苏丹昌认为戒选不恐惧 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毕胜则说 清零是我们防疫工作的态度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生活还是要过不需要不回家 目前整体的社会情况没有严重成这样 春节防疫政策是否会做调整 要看这两三天的疫情变化 公布疫情说话却略带病因 声音也有点压压的 植物肝城市中坦言是因为盲疫情税太少 毕竟全台六县市在短短两天内 爆出134例本土个案 不只防疫人员疲于奔命 有医师直言暴增的病例数 让他一下子觉得很休克 还有人分析特别是电子厂最令人担忧 给病毒九天时间应该可以传好几波 就怕春节廉价人流移动会导致疫情大爆发 尤其是在春节的一周之后 南北人流的一个互相流动 当然可能在缺人的人数上 还有在攀新新高的机会 春节到底政策上面会不会有所改变 到目前我们认为人需观察 生活总是要过 不需要说整体就是不要回家过年 整体社会情况没有严重到这样 认为远熊自贸港区内可以有层次控制 但最紧张的是移工存在假日外出 社区的接触会不会扩大这两三天 就是关键 要是九零新个案就是有防守下来 随着疫情出现破口 有医师提出台湾社会恐怕正走到 选择的十字路口 但不管是选清零或者是与病毒共存 恐怕都要面临病死或者是有人饿死 怎么选都为难 书院长所讲的 大家应该保持一个戒胜 但是不恐惧 套一句我们毕胜执行长讲的 现在清零是一个态度 是我们在工作的态度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明则认为 现在的疫情已经往社区扩散 连升三级都不见得能挡下来 如果要等中央规定 不如自给自救 做好防疫措施 有症状尽量筛减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就应该只要退后的 亚续电脑厂外籍公然一在 桃园远雄自贸港延烧 经过了大规模裁剪之后 在今天又新增了30例的确诊个案 相关传播链已经累计了100人确诊 而且一路烧上了红孩子公司红柏 新增17人确诊 指挥官陈徐中表示 大楼间的动线重叠 而且多半餐厅又是共用的 可能就是两个单位 交错传播的原因 而员工设计横跨桃园新竹 指挥中心也宣布 园区全面停工 消毒车绕着园区全面清销 桃园亚续电脑厂爆发 移工群聚感染 扩及整个远雄自贸港区 全面裁剪后再验出30人 相关传播链累计100人确诊 全部都要停工 那么要清销采检 而且这个采检因为有群聚感染 那么全区要视为热区 那因此要采检三次以上 任雄自贸港区大普筛 第二天布局亚续 红海子公司红柏城重灾区 一口气增加17人 还从桃园厂一路烧向隔壁县市 其中四人有在新竹厂工作 新竹县府赶紧展开相关足迹清销 同时针对红柏新竹厂匡列裁剪 三位是本国籍 一位是外籍老公 进驻到红柏公司里面 做PCR的检测 员工1200人 现在正在积极进行 不止新竹县 新竹市也新增一名确诊者 曾到远雄自贸港区工作 目前无症状 紧急匡列裁剪 一名同住家人 亿彩阴性 染疫范围扩大 医服会执行长王必胜 负面进驻自贸港区 前进指挥所灭火 只是两个单位 怎么交错传播 动线相当的重叠 那第二个 他们有坐交通车 那餐厅也都是共用 疫情多点爆发 指挥中心定调 先手下相关传播链 记者综合报导 本土疫情扩散到东台湾 今天宜兰出现了确诊个案 是长荣凤凰酒店的柜台 接待人员 1月22号发烧咳嗽就医 因为频繁接触旅客 院方警觉性高 帮他安排做裁剪 23号验出确诊 CT值26 跟他同在饭店打工的女友 匡列裁剪之后 也是阳性确诊 CT值只有14 代表病毒量高 由于是在礼拜天上午确诊 目前还没有列入暗号 但两人的感染源不明 也让幸福忧心 扩大全管千人裁剪 饭店也宣布 从24到26号停业三天 医护全副武装进驻饭店 本该好好放松的旅客 也跟员工在大门口排排站 等候裁剪 远宜兰郊西 长荣凤凰酒店 有柜台员工确诊 饭店及封管三天 全员筛检 目前方法是500多位 员工也500多位 我们今天会把它做一个 整体的筛检 到两点半为止 我们初步得到消息 已经完成459 个人的筛检 目前快筛都是阴性 但是PCR检查还没有出来 千人大裁剪 丝毫不敢大意 确诊员工案18443 是饭店柜台接待人员 借出众多旅客 1月22号发烧咳嗽就医 院方警觉高安排裁剪 结果23号验出确诊 CT值26 匡列35人居隔中 担任饭店工读生的女友 也裁剪染疫还没列案号 但CT值只有14 病毒量高 也让县府相担忧心 感染源头 这个病毒的确就让各位看到 它传播数据非常快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很多的筛检 感染源不明 足迹自然也得大清销 确诊员工18号 曾搭乘格马兰客运 往返台北郊西 19号到过洗户会超市 22号又接连到房两间超商 消息一出超商必电清销 有消费者不知情扑了空 虽说足迹相对单纯 但确诊震撼弹投向东台湾 县府依旧绷紧神经 借一栏中的报道 台北市今天新增了四例本土个案 其中一例是 西提确诊工读生的老师 居隔期间应转阳相对单纯 比较要关注的是 其他的三例属于家户感染 北市圆山饭店女西点厨师 一家三口染疫 当房仲的哥哥先发病 接着厨师妹妹确诊 就连同住的妈妈也染疫 而且哥哥在确诊之前 还有跟住在新北市卢州的朋友聚餐 结果朋友也确诊 现在这条传播链 总共四人染疫 感染源还不明 到底是谁先传染给谁 也无法厘清 双美市府正在积极的调查中 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确诊的房仲警觉性高 一有症状就先快筛 并及时通知接触者 是良好示范 人山饭店点心厨房来来回回 大规模清销公共场日也得消毒 全新为一名西点厨师确诊 这名厨师21号出现咳嗽症状 22号被通报家人确诊 接着自己就到医院PCR 也是阳性确诊 CT值13病毒含量高 业者不敢大意 饭店内的四间餐厅也停业两天 而厨师的哥哥是一名房仲 比他早发病结果也确诊 CT值19.6 不过裁剪前他多次到南港某诊所就医 也让诊所贴出公告 休诊两天清销 索性诊所医师和护理师裁剪都是阴性 不过这家人不止兄妹染疫 同住的妈妈也中招 确诊前房仲还跟朋友聚餐 结果证明有人也确诊 整条传播链四人染疫 但是他们的感染源 目前为止 好像还没有看到一个具体的来源 他一有这样的一个症状 他能够快晒 然后验出是阳性 那然后也能够及时通知 他相关的有人有接触者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房仲及时通报裁剪 也主动告知接触者做良好示范 但感染源不明 谁传染给谁 目前也无法厘清 摊开疫调资料 房仲有人比房仲还要早出现症状 难道这就是传染链吗 现在有可能的关联 但是还不是很确定 所以如果要真的要比的话 可能还要做一些相关的检验才行 现在科皮也呼吁民众 有症状先快筛再就医 改变防疫战术 唯独可能的感染源 既然中方卫才台北报道